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思想耶利米书 三十一章的二十三节到最后 继续来看上帝透过耶利米 要来安慰鼓励这些被鲁的百姓 因为上帝宣判了一个被鲁七十年的一个过程 因此神应许在这七十年里面 他们的心要悔改 上帝也会带领他们重新归回 在三十一章的前半段 比较多是对北国被鲁之民来说话 三十一章的后半段 就转而向南国被鲁之民来说话 我们看一下二十三节 万君知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使被鲁之人归回的时候 他们在犹大帝和其中的成义 必再这样说 公义的居所啊 圣山啊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犹大和属犹大成义的人 农夫和放羊的人 要一同住在其中 疲乏的人 我是他宝玉 愁烦的人 我是他知足 我醒了 接着睡得香甜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 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 我先前怎样留意 将他们拔出 拆毁 毁坏 倾腹 酷害 也必照样留意 将他们建立 栽持 这是耶和华说的 当那些日子 人不再说 父亲吃了酸葡萄 儿子的牙酸倒了 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 凡吃酸葡萄的 自己的牙 必酸倒 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使被掳之人归毁的时候 他们在犹大帝 和其中的诚意 必在这样说 公义的居所 圣山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原本这边 本来也应该要是 公义的居所 圣山 那可是呢 百姓使这地都被玷污了 以至于被耶和华赶逐出去 美国之前先亡在亚述的手里 现在南国眼看 也要亡在巴比伦的手中 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恶 不愿意悔改的缘故 在二十四节 犹大和属 犹大诚意的人 还有农夫 还有放羊的人 要一同住在其中 神要把这些人重新带回来 重建耶路撒冷 疲乏的人 我使他饱握 愁烦的人 我使他知足 二十六节先知说 原文没有先知说 所以二十六节就是 我醒了 觉得睡得香甜 好像是这些被掳的人 做了一梦一样 如今梦醒来 发现重新回到上帝的恩典跟祝福里面 一切疲乏的人睡醒了 重新得利 二十七节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 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 我先前怎样留意 将他们拔出拆毁 毁坏 寝负 苦害 也必照样留意 将他们建立 栽植 这是耶和华说的 感谢神 日子将到 再归回那一日 北国的人跟南国的人 也都要归回 这不仅只是在以色列目前 已经归回的这个历史里面 他们在主前五百三十九年 被释放 然后主前五百三十八年 开始启程 回到耶路撒冷 主前五百三十七年 重立圣殿的根基 不仅只是讲那一段历史 整个神的百姓 重新被建造 被建立起来 并且能够讲到 叶列米书 很多章里面都提到 那日的荣耀的光景 就是不仅是神的百姓 连万国万邦的人 都归向耶和华 的那一种 复兴的荣景 他会在耶稣基督 这位弥赛亚的身上 得着应验 完全的应验 会是在耶稣基督 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这一切就都要来实现 因此呢 这边的经文 有指着当下以色列百姓 所说的 也是指着我们这些 末后的百姓 所要经历和所看见的 那二十九节 当那些日子 人不再说 父亲吃了酸葡萄 儿子的牙到酸倒了 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 凡吃酸葡萄的 自己的牙必酸倒 二十九节这句话说 父亲吃了酸葡萄 儿子的牙酸倒了 这句话同样也出现在 以西结书十八章第二节 那由于耶利米书 跟以西结书的历史年份 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句话很可能是引用 当时候大家所熟悉的一句谚语 那为什么要引用 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也就是说 父亲所上一代或是前几代 若是被掳七十年 应该是前三代 三代以前的人 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 如今神不会把它算在 已经愿意悔改的 三代以后的子孙的身上 代表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 谁要把悔改的后代 重新归来 然后与他们 立定一个新的约定 三十一节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 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哇太棒了 新约这两个字终于出现了 我们之前一直有 读到耶利米他所说的 上帝要跟百姓 再一次的立约 然后呢 要仿佛当年 带领百姓出埃及 在旷野的西乃山 与神立一个旧约 就是那时候有立约定 神说你们若愿意遵行 我吩咐给你们的话 我就愿意做你们的神 你们就可以做我的百姓 但是百姓立约之后 都背逆神 所以日子将到 有一天 上帝会再一次 跟以色列百姓 甚至跟全地的万国万民 再立一个新约 让上帝的公义信实慈爱 可以在整个大地来彰显 因此呢 我们看到这边 三十一章的三十一节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 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 令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 我虽作他们的丈夫 他们却背了我的约 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 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 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他们个人 不再教导自己的灵社 我和自己的弟兄说 你该认识耶和华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 都必认识我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那时太阳白日发光 使星月有定力 黑夜发亮 又搅动大海 使海中波浪喷轰的 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 他如此说 这些定力 若能在我面前废掉 以色列的后裔 也就在我面前断绝 永远不再成果 这是耶和华说的 三十一章的三十一节 他要与百姓另立新约 这是一件太棒的事情 三十二节 他说这个新约 不像过去 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 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 那就是旧约 我虽作他们的丈夫 他们却背了我的约 在旧约的时候 百姓与神立约 却没有能力履行这个约定 而只有在新约 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藉由他在十字架上 赦免我们的罪 替我们承担咒诅跟审判 也要借着圣灵 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带领 鼓励跟感动 使我们这一生 依靠主的十字架 能够保持在主的新约里面 这样的一个选民的身份 这是跟旧约非常不一样的 因为有耶稣基督 十字架的大能大力 以及圣灵在我们心中 所运行的带领 就能够跟我们的父神 能够来持守这个新的 新约的约定 那我们来看一下三十三节 耶和华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 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是怎么样呢 我要将我的律法 放在他们里面 以前是将律法 刻在石板上 放在约柜里面 但是现在是要把他 把这个约的这个律法 放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 写在他们的心上 是约不再放在约柜里 而是放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放在我们的心板上 刻在我们的心上 不是刻在石板上 放在约柜里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哇太棒了 原来神他要跟我们立新约的时候 他是要直接来改变我们内在的生命 使这个约 是不是放在约柜里 不再是身外之物 而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我们打从心里面要被神改变 要来与神守这个新的约 三十四节 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灵舍 和自己的弟兄说 你该认识耶和华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 都必认识我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这是耶和华说的 哇这真是一个美好的应许 没有一个人需要被别人提醒说 你该认识耶和华 因为耶和华 跟每一个人所立的新约的律法 都已经写在每一个人的里面 写在每一个人的心板上 因此每一个人 从最小的到至大的 都有认识耶和华的能力 也都有认识耶和华的信心 我想这是一个 只有耶稣基督 他与我们另立新约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盼望 才能够真的实现在人类当中 三十五节 那使太阳白日发光 使新月有定力 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 使海中波浪哼哼的 万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 他如此说 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 以色列的后衣也就在我面前断绝 永远不再成国 这是耶和华说的 什么意思呢 上帝呢 他说 他使太阳白天可以发光 晚上有月亮和星星出来 这是上帝所定的一个规律 他又让这个大海 搅动翻腾 有潮汐 有一切天地万物 都有这些上帝的规律定在里面 这些规律只要地球还存在 都不会废去 因此呢 耶和华说 既然这些定力能够在我面前 不会被废掉 所以呢 以色列的后衣在我面前也不会断绝 感谢主 以色列的后衣不仅指的是 这些被辱归毁的百姓 更是指着与神 重新立定新约的神的儿女们 我们在主的面前做神的儿女 永远不会被废弃 感谢赞美神 三十七节 耶和华如此说 若能量度上天 寻查下地的根基 我就因以色列后衣一切所行地 细绝他们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 从哈南夜楼直到教门 转绳要往外量出 直到加利山又转到戈雅 抛尸的拳骨和道徽之处 并一切田地直到吉伦西 又直到东方马门的拐角 都要归耶和华为圣 不再拔出 不再轻负 不再轻负 直到永远 耶和华如此说 若能量度上天 寻查下地的根基 我就因以色列后衣一切所行地 弃绝他们 首先 以色列后衣一切所行的 我们刚刚讲过了 父亲吃了酸葡萄 儿子的牙到酸倒了 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每一个人如今因为耶稣基督所与我们立的新约 神所赐下的圣灵保会师 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 启示的工作 使我们人人都能够认识耶和华 使每一个人都渴望永远与神同在 因此呢 他说一个人如果能够能够良度上天 也能够寻查这个地里面的根基 也就是说上帝的旨意啊 跟上帝的慈爱 他的长阔高深 是出乎人所能够测度的 是超出人所能了解的 纵使以色列的后衣 或是说以色列人 他们是这么的软弱跟败坏 但是上帝给一个伟大的应许 当神要来跟人立新约的时候 凡是在这个新约的选民里面 新约的立约团体里面的每一份子 神都要保守他的生命直到永远 神都要保守他的心怀意念 能够在新约里面走在上帝的旨意里面 而这样的一个应许能够实现 是超出我们能够测度的 是长阔高深的慈爱 跟他旨意的奥秘 远超我们能够理解的 因为上帝是信实的 上帝是慈爱的 上帝是怜悯的 我们继续往下看 38节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 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 现在的耶路撒冷是已经残破不堪了 被毁灭了 但是被鲁归毁的时候 神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从哈南夜楼在北边 直到脚门在西边 然后准神要往外量出 直到加利山又转到戈雅 准神要往外量出代表 要去量这个丈量 要重建城墙的意思 那就是要绕一圈 然后呢抛尸的拳骨 和道徽之处 我想就是心嫩子骨 之前是被咒诅的地方 并借着田地直到吉伦西 又直到东方马门的拐角 都要归耶和华为胜 不再拔出 不再寝负 直到永远 这是一个美好的应许 不仅指着 祖前538年 37年 他们在一路撒冷的 一些重建的工作 更是指着耶稣基督 所要带来的一个全面的复兴 一个神与他百姓所立的 一个永远的新约 我想这是带着非常荣耀的 终末的盼望 我们一起来祷告 是的主若有人在基督里 祂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属你说你对以色列厚一 你对你自己的百姓 所立定的那超乎我们 能够测舵的 尝阔高深的慈爱的旨意 跟你旨意的伟大奥妙 实在是超出我们的所求所想 谢谢主 把这极大的恩典给了我们 以至于我们可以永远成为 属于你的 成为圣的 成为你的儿女跟百姓 我们何等蒙恩 何等不配 但是我们已经领受这个恩典了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所刻着 是你新约 与我们所立定的 那个内容 主要就是我们这一生 主要来在心里面 打从心里面尊主伟大 敬畏你 一生爱你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